在淡水屯山社区台二線旁邊 淡水農會從五年前就將南瓜 從原本生長在地上轉移到棚架上 形成色彩繽紛的南瓜隧道非常特別 而現在證實南瓜盛產季節 也成為許多遊客打卡的新景點 眼前一顆一顆的南瓜結石雷雷掛在棚架上 形成一條長30公尺的南瓜隧道 在淡水屯山社区台二線旁邊 由淡水農會輔導種植的南瓜田 目前即將進入盛產季節 不過這裡與我們一般看到種在地上的南瓜大不相同 瓜農以棚架的方式 讓南瓜沿著支架攀爬 覆蓋在整個棚架形成綠色隧道 而南瓜果實就順著藤蔓 垂掛在空中就好像燈籠一樣 讓這裡成為遊客觀賞的景觀南瓜隧道 南瓜隧道裡面 它種的大概都是栗子南瓜 大概有一瓶瑞湖還有春梁 還有很多像黑海的栗子南瓜 那目前栗子南瓜因為在市面上受到消費者很大的喜愛 因為它的果實口感非常綿密 而且非常具有營養的價值 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那我們這個園區在這個地方種這個栗子南瓜已經有五年的 這幾年來獲得很大的那個那個我們的民眾的喜愛來這邊觀賞 農會表示彈選農民所種植的南瓜大約有50公頃的面積 每年可以生產出超過60萬公斤的南瓜 光是產值就超過2000多萬元 而當中的栗子南瓜就佔了15公頃 而在屯山這邊就有5條南瓜隧道 為了要讓栗子南瓜提供不同的視覺效果 光是顏色品種就有黃黑白綠色等8種不同顏色 營造出繽紛的彩虹南瓜隧道 也是全新北市最大的南瓜特色景點 那我們也希望說來觀賞的時候 人好好的說來欣賞它 盡量去不要去觸摸它 影響那果實的一個花意 還有說在在觀賞的時候盡量不要去見大到那個我們的根部 我們這個園主的話在這邊的話 會提供一些成熟的那個栗子南瓜 讓民眾來選購 目前那個栗子南瓜價格都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消費者多多給我們那個在地的農民來捧場 農會表示由瓜農所種植的南瓜隧道已經持續5年的時間 為的就是要打造出淡水南瓜特色 推廣瓜農所種植的農產品 而農會表示要將南瓜從原本生長在地上轉移到棚架上 從種植開始每天更是得加倍照顧 而從現在開始就是觀賞的最佳時機 但也請民眾不要隨意用手觸摸 就是希望藉由特殊的南瓜景觀 吸引民眾參觀 進而推廣南瓜的多元化利用 增加在地瓜農的農產品行銷 記者有許多印大學三方報導 按讚 按讚